这些年范冰冰到底上过多少头条或是热搜,谁也数不清 不论是主动放剑还是被动躺枪,范冰冰已经不是一个名字了 而是娱乐圈的一个从来不会冷掉的话题 尤其是范冰冰和李晨的恋情 曾经以缘密布,从武则天到万物生长 只要是有发布会,媒体的焦点之一就是范冰冰你的男朋友到底是谁 彼时范冰冰一直语言不详 期间还有自媒体发过一篇文章 有一种爱情叫做李晨 宣传期才当范冰的男人 范冰冰在某次电影发布会上提到这篇文章是言辞激动 此事过去一夜有余 范冰冰正式公开了自己和李晨在一起 总算让各位八卦党们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书上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范冰冰也道出了自己公布恋情的三个苦衷 首先就是不想被狗仔队偷拍了 然后用我们的头片换大量的钱 我觉得这不值得 爱情还是不可以用钱来形容的 其次我们俩的感情到了一个我认为能够稳定发展的方向 而且我俩都是比较真实的人 不愿意特意遮遮掩掩 第三个原因就是 没到我想公开的时候大家一直问 我也只能打打太极 这些话就变成了宣传期的爱情 所以就在我正好没有电影上映的时候公布恋情吧 起码不会说成是宣传期的爱情 我们俩就找了一个彼此都没在宣传期的时候公布了感情 优酷娱乐整理报道